荷兰拳王嚣张来华挑战 曾一晚上连续KO三位中国顶尖名将 一夜之间在中国家喻户晓 成为了全迷的眼中钉肉中刺 同样也让中国选手恨之入骨 仅仅5年时间就击败了18位中国选手 可见这家伙实力有多强悍 就连大名鼎鼎的摩沙斗和安迪萨瓦 都被他斩于马下 他就是荷兰天王克劳斯 在擂台上就如同杀戮机器 不管对手是不败拳王还是格斗冠军 在其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 即使他在墙照样有人不怕他 来自中国的酷刑者顾辉丝毫不检不拒 霸气前来挑战克劳斯 势必要为被击败的中国选手复仇 这也引来了不少全迷的嘲讽 认为顾辉就是在不自量力 面对全迷的无理嘲讽 顾辉也是丝毫不拒 势必要击败对手证明自己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开始后 顾辉率先使出低扫试探 克劳斯则是上前压制 顾辉无奈只能用正灯控制距离 不让老外贴身打内围 没想到克劳斯无耻搂抱打后脑 顾辉立马转身边拳回应 虽然克劳斯非常的顽强 但顾辉丝毫不拒他 而克劳斯再次的把顾辉挤到了身边 因为刚才有几次顾辉的后手拳 也就是他的左手的重拳 能够打到克劳斯 是因为克劳斯 阿波罗的右架 右手在前的话 自己的头部的右侧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控当 这时顾辉抓住机会 说出一记高扫抱头 克劳斯利用围绳格挡 防住了这波进攻 随后调整一下状态 慢慢地压制上前进行控制 顾辉则是在后撤过程中 打出一记后手摆拳抱头 克劳斯瞬间被打得有点难以招架 只能用摟抱进行防守 此时克劳斯将对手控制在角落 使出一记正登腿攻击 结果被顾辉摔翻在地 起身后一脸的不屑 顾辉见状又是一拳抱头 克劳斯被打得非常狼狈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只知道一围的压制 结果脸部遭到了更多的重击 这时比赛的铃声响起 雙方苦战三回合打满全场 顾辉凭借大比分优势 获得比赛胜利 给嚣张的荷兰拳王上了一课 也给中国选手报仇血恨 顾辉好样的 为国争光